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 ZACK和老茶來的 VTOOVE調查局 VTOOVE調查局這個系列 到今天已經推出有11集這麼多了 雖然其中有幾集的標題 是掛民音調查局 但拍到今天呢 其實一直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完成 那就是 女裝跳 就是想要好好把某一期的拳棋 現在一起出完 硬扯的就在這個月 老茶我出手了 Whole Life EN 補完計劃 就從今天這支影片開始 接下來的三支影片 會陸續補完 EEN 神話組的所有成員 就在這個月 啊 抱歉 好了 各位知道 Whole Life EN 的第一世代 之所以要叫做神話組 就是因為其中的成員們 各個都大有來頭 有鳳凰 有古神 有古沙 有超時空偵探 還有 我們今天的主角 那位有著令人著迷的 一頭粉色頭髮 另一手卻掌管著無數生死命運的 Mori Clappie 三美神 又稱卡里 死神 Dead 其中其姓是 Mori 來自於拉丁語的 Memento Mori 意思為勿忘 人中有意思 而Clappie則是希臘史詩 九大謬思女神當中 負責管理音樂 歌曲 還有舞蹈的一位女神 Clappie這個單字意思直翻 那則是聲音悅兒的 所以說Mori Clappie這個名字啊 可以說是 已經完整的展現出了死神 這位VTuber的一切背景 那就是 一場悅兒的死亡盛宴 我的心臟 我的心臟 但雖然大家都稱卡里為死神啊 但他其實並不是死神本人 而是死神手下的第一大弟子 據他所稱 在醫療發達的現代啊 作為死神其實沒有什麼用武之地 所以卡里他打算透過虛擬主播的活動呢 來收割他人的靈魂 被猛死的靈魂呢 會不自覺地被他吸引跟著他走 所以說我們大家其實平常是在用羊獸看直播 確實呢 卡里作為神話組的歌手擔當啊 除了有著亮麗的顏值 傲人的身材 還可以說是一位將自身才華 發揮了淋漓盡致的一位VTuber 或者是我們該直接一點的稱他為 Raper 音樂開始啦 Yeah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我們要說到的就是他的創作能力 在2020年的9月9號 Hole Life公布了 伊恩組第一世代神話組出道的消息 而近期在3天後呢 也就是12號死神 還要進行了自己的第一場出配信 在這個出配信當中呢 而由於死神界跟人間相距甚遠 因此在直播中 那常常出現許多卡頓的狀況 - 人們在這裡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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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有一點放不開的語氣呢 其實從中可以感受到一點點 他身為陰間大使的偶包還沒放下來的感覺 感覺突然有那麼一點點小緊張 但大家在出配信上誰不緊張呢 - OK 不過卡里的出配信仍然令人感受到滿滿的誠意 為了讓大家更認識自己 他在自己的出配信上啊介紹自己的夢想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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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的 卡里的夢想很多很多都跟音樂有關 他甚至啊 直接在出配信上發佈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創曲 - 凝結了帥氣的曲風 以及卡里本人清除了帶感的Rap 直接在所有觀眾面前引爆一顆超大的震撼蛋 把大家腦袋轟得不要不要的 一口氣將整個出配信提升到最high的程度 - 卡里在最後來了一段freestyle - 有freestyle嗎 - Yo DJ - Drop that beat - Oh let's break it - Did you really think I'd rap like that? - Sorry tough luck - Focal's gangster risk can be - And I'm still moe as fuck - I lowered all your expectations - And I'll take him again - Because I like to diss myself along with all of my friends - Look at me now - Trying to get souls - And I just found out how - Put up a shroud - String for the crowd - Play up the game - And the viewers could bow - Say it because maybe the hate will get loud - And the state of my mind - Got the clank - Cause I'm proud - 在初配信結束的當天啊 - 就直接宣布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 - Dead Beats - 裡面光收入了四首單曲 - 以及六條音軌 - 而且每一首歌都超好聽 - 像老巢我個人就非常喜歡 - Live Again這首歌 - 在之前會長畢業的時候啊 - OTK的姚哥還有翻唱過這首歌 -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 - 右上角這個資訊來去聽看看 - 而光是從初配信當天啊 - 就發現了一張自己的專輯這點來看 - 就可以感受到卡利他對音樂 - 有多麼強大一個執著跟熱忱 - 而Rip這首歌也不負眾望 - 在Youtube上架的第五天啊 - 就突破了100萬的點閱率 - 而到了今天這首歌已經累積到 - 3100多萬的觀看次數 - 相當驚人 - 像這樣爆發性的作品也釣售了許多歐美的Rapper - 像是Geekhark 及Anime Man - 等人的翻唱或是點評 - 其中呢高達70萬訂閱的美國Rapper - 過了FaceGin就曾經多次啊 - 拍影片來點評卡利的歌 - 而且他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 他對於Rip這首歌有一段評價如下 - 這是最可愛的最可憐的最可憐的 - 最可憐的最可憐的最可憐的 - 最可憐的最安全的歌 - 最可憐的最可憐的歌 - 如果這有意義的話 - 你會明白我現在的感覺 - 如果不明白 - 你會明白我現在的感覺 - 然後呢 - 然後沒放過VTuber的他呢 - 就成為了單推死神的Deadbit - 而Deadbit這張專輯啊 - 在10月20號 - 再次上了到各大音樂串流平台後 - 締造了相當不錯的一個成績 - 不只在iTunes台灣 - 日本等等地區 - 拿到了新歌榜的第一名 - 更在全球榜上取得了全球第一 - 從他出道至今 - 卡里所參與演唱或是發佈的音樂數量 - 已經高達32首 - 其中呢 - 有超過一半的作詞作曲架 - 輔音呢 - 都是由他自己去親自完成的 - 不到兩人的時間 - 就寫出這麼多首歌 - 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嘉許的事情 - 而且卡里啊 - 並沒有因為自己創作歌曲 - 而減少自己的直播頻率 - 根據Horodata的資料統計啊 - 卡里在2021年 - 直播次數啊 - 還是高達263次 - 平均每1.5天呢 - 就開一次直播 - 而這個頻率呢 - 在全Horod當中 - 還算是前段班的 - 其中他所有直播當中 - 有一個系列非常廣為人知齁 - 就是這個 - JUMPKIN - JUMPKIN呢 - 是一款藉由玩家操作角色 - 去進行跳躍的2D跑步遊戲 - 由於遊戲的獨特設計 - 讓玩家很容易一失足啊 - 就直接跌入深淵回到起點 - 所以很多人常常玩了兩三個小時 - 卻一點進展都沒有 - 是款號稱跟湖南一樣 - 都會氣死人的遊戲 - 在Horod當中 - 曾經有許多成人都挑戰過這個遊戲 - PTT上還有神人呢 - 整理出了大家初次的破關時數 - 而卡里則在這款遊戲上 - 狠狠地花了四十多個小時 - 跳了五萬五千多次 - 起初他第一次通關的時候 - 花了他足足二十五個小時 - 但玩到後來 - 他也漸漸地成為了JUMPKIN大師 - 開始改變自己的玩法 - 不只另外破兩人超難的DLC - 還把JUMPKIN給完成了Speed Run - 變成了競速玩家 - 最後他以7分56秒78的成績 - 成功擊入了JUMPKIN的世界排行榜 - 位居全球第421名 - 老曹尾真的很佩服他的這個毅力 - 這種會做音樂又這麼會玩遊戲 - 真是個難得的人才呢 - 因此在這種高頻率的直播 - 以及新歌發布的交叉創作之下 - 卡里成為了大家眼中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 也讓人懷疑他到底有沒有在睡覺 - 有沒有在休息 - 但是即便他擁有死神之趣 - 在這麼長時間的高壓工作之下 - 身體也是完全無法附和的 - 卡里就曾經多次在直播的過程當中 - 不小心睡著 - 醒醒 - 我不會這樣做 - 甚至他在多人聯動的時候 - 他也睡著了 - 在2020年10月11號 - 老曹生日前一天 - 神話組的所有成員們難得一起玩Minecraft - 結果在直播時間約一小時12分的時候 - 卡里他就不小心睡著了一下下 - 但是經驗的他很快就醒了過來 - 不過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太累 - 或是瞌睡蟲也是個臭滴滴 - 過了一小時之後 - 卡里他 - 又睡著了 - 此時這次負責開台的姑拉 - 也發現了這件事情 - 貼心的他做了一個舉動 - 讓卡里躺著睡 - 直接卡里他悄悄地睡了下去 - 這邊很正常的女生 - 這部影片就是寫的 - 像是這個第一部影片 - 這些開始就像是金屑的運動 - 就像有一個停車梯 - 什麼時候就被關掉了 - 你可以像是一滴滴滴的 - 上行之堆過的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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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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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貓貝卡子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也是讓許多人很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希望他能夠好好休息 不要太過操勞 再後來他有了自己的經紀人 連經紀人都看不下去 想要現在他一週只能開兩次直播 但我們的死神是何許人也 他肯定無法接受的啊 所以在最後卡莉的堅持之下 經紀人同意以一週三次的頻率來進行直播 沒錯 他就是如此的有個性 而且真的要說卡莉啊 其實他是一位非常不喜歡去刻意做效果的人 他的直播風格啊 都是表現中最直接 最酷 最真實的自己 你啊 你的那個是嗎 你是不是很平常的嗎 但是這樣子的他 反而很有實況效果 也就是他這種硬派風格啊 在wholeave1N當中 特別的有一種爸爸的感覺 沒有人死了 像有一次他跟店長在鬥嘴的時候 Gua就在旁邊小小聲的說了一句 可見死神這個爸爸形象是有跡可循的 而就這麼剛好呢 在某一次的直播當中啊 死神介紹一本漫畫名為 這本漫畫呢 非常有趣 裡面的故事在說 一個兒子啊 發現自己推的V2的中置人 其實是自己的爸爸 Oh shit 讓咖哩他介紹到一半的時候 不知道是從誰開始了 聊天室的直播間啊 開始拼命的說要Dead 叫你爸爸 一開始的咖哩啊 他也是相當無奈 欸 我不是你爸 不要犯怒亂認爹啊 但是到了後來呢 咖哩他還是接受這個稱號 其實啊 我們從前面放了幾個片段 看到這裡就可以大致上的了解咖哩他的幾個面相 首先呢 第一點就是她是一個非常非常酷的女孩 在絕大部分的時間的人都會維持著自己很酷的一面 所以啊 每當大家要她去做出一些更酷不太一樣 甚至是相反的事情時 她都會陷入一種很難為行的反插蒙狀態 很酷的年輕人 很酷的回應 很酷的回應 很酷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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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一次那時他就在自己的直播當中 被華盛的阿拉阿拉給嚇得不知所措 我會超過的 誰是這個奇妙的ARA的人 阿米利安 阿米利安 而卡里他呢又偏偏是一個不怎麼賣色的人 但各位都知道人性就是這樣 你越得不到的東西呢就越想要 因此卡里常常3不50呢 就會收到觀眾的SC說想要聽卡里說一些 像是阿拉阿拉或是萌萌萌啾這類的這種話 我第一次討論可以說是A-R-A-A-A-S-M-R 謝謝尼佩斯 我來吧 A-R-A-A-R-A 但誰是他 他可是令人文風喪膽的死神 這種可愛到爆的東西怎麼可能這麼輕易的就獻給你們呢 所以這種像是阿拉阿拉或是MoyMoyJu的Flag呢 通常都走在100萬訂閱的時候才收回一次 但麥芒並不是死神他唯一的一個弱點 他的弱點呢還有一個 那就是 紅色SC 想不到吧 紅色SC居然可以是一位VTuber的弱點 每次卡里他收到一筆大了的SC時 明明這是一個很明顯鼓勵他的舉動 但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看起來都像在破壞他一樣 甚至還曾經出現過好幾次SC打戰 最著名的一次SC戰爭呢 就是在2020年9月22號的美加戰爭 參戰方分別是美國網友以及加拿大的網友 這次的戰爭呢其餘一個DD他丟了500加幣的超級留言 內容其實很正常 但在這之後呢 其他的加拿大使用網也開始瘋狂的丟起紅色的巨額SC來 而此時看到一半的美國使用網們也開始不甘示弱 丟起紅色SC表示 美國的兄弟們我們不能輸 讓加拿大看看我們的厲害 於是呢第一次美加SC大戰就這樣打開了 雙方呢瘋狂的互丟SC 戰呢可以說是難分難捨 而我們的森主播他的狀況怎麼樣呢 卡里他啊見到這個景象真的是嚇傻了 一直叫大家不要再丟了 但這場戰鬥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最終卡里也放棄抵抗了 直接放推 不過大家可能很好奇 SC這種東西不是越多越好嗎 確實對於VTuber來講 SC是越多越好沒有錯 但對於卡里來說呢 他的目標啊一直以來都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去認識他的音樂 更多人可以聽見他的聲音 比起說大量的SC呢 他更在乎了啊是大家有沒有來看台 有沒有從他的歌曲中得到能量 有沒有從他的直播中得到快樂 跟大家提出的快樂回憶就是卡里他前線的最大動力 這張帥直不管落腳而且完全不做作 他也成為了大家的最愛 在出道後第四個月啊 卡里他的訂閱數就突破100萬了 是HoleLive旗下啊第七個突破百萬訂閱的VTuber 而且他很快在今年的三月份 他又突破了兩百萬的訂閱 但不一樣的是突破兩百萬訂閱的VTuber啊 全世界只有三個 第一位呢當然就是我們VTuber的始祖伴愛 第二個是Gura 而他就是繼Gura之後第三個突破兩百萬訂閱的VTuber 基本上能突破兩百訂閱的VTuber 都是已經出了圈的存在 像目前全球第二出最高的Gura 作為民謂廣為人知 許多人第一次看到的VTuber不是伴愛 反而是他 而始祖VTuber的伴愛啊 他在日本的定位也不單單只是一個VTuber 而是一個頂級的Youtuber 甚至還可以算是一位電視藝人了 卡里也跟他們一樣 在今年的4月4號 卡里生日的這一天 他在自己的生日回上啊 有了人生首次3D演唱會 然後到既然那時候 剛剛看到神父組他們3D化的時候 整個人是 興奮到模糊 超興奮 這場演唱會 除了有許多來賓之外 他還首都還與 這批組的歌姬代表 新街一起發表了新曲合唱 並且他還釋出了一個重磅消息 那就是他將與世界第一大的音樂集團 環球音樂簽約 以主流出道 這個消息一出啊 可以說是完成了他自己 畢生最大的一個夢想 讓世界聽到他的音樂 這個出道也證實了他的定位 不再只是VTuber 而同時呢 他也是一位歌手 所以啊大家還記得兩百萬訂閱要做什麼嗎 阿拉阿拉快給我阿拉阿拉 阿拉阿拉 阿拉阿拉 Bitch Moly Moly Choo 快給我 Moly Moly Choo Moly Moly Choo Cute Bitch 沒錯 最後一定要加上這個 Bitch 這樣才有死神山的味道 真不會去咖哩 連賣個萌都可以這麼酷 真的啊 是個不折不扣的帥妹 而這個不折不扣的帥妹啊 正透過自己的影響力 一點一點的在改變這個世界 許多呢是因為他的音樂 所以才知道有VTuber這種虛擬偶像 也讓圈外人呢 開始對此產生興趣 而同時呢 他也帶著原本VTuber圈子裡面的觀眾 去認識了一個全新的音樂風格 像老曹這邊其實就收到蠻多觀眾告訴我 在認識卡里之前啊 他其實不怎麼聽Rap或HipHop這種類型的音樂 但是聽了卡里的歌之後 他卻慢慢地對這種音樂產生了興趣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啊 隨著網路的發達啊 看起來好像越來越近了 但其實也被網路分流得越來越細 小圈圈越來越多 當你要從一個圈子啊 跨走到另一個圈子 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卡里他的存在跟音樂啊 就像是一座橋樑一樣 這樣原本可能啊 不太會有什麼交集的兩個世界可以打通 透過音樂 讓本來不會對彼此產生興趣的人啊 產生了興趣 剛剛那句話怎麼聽起來好像有點 這位老巢不是什麼專家 但卡里的音樂啊 總是可以帶出我的情緒 唱出我心裡所想 除了感受的 讓聽的人呢 去認識到一個更不一樣的自己 每首歌聽完心情都會大不相同 難道這就是靈魂被勾走的感覺嗎 還是說我們值得太低了 好 以上就是死神卡里的介紹影片 不知道各位看完之後你的靈魂呢 還健不健在 靈魂還在呢 幫我到影片下面去報導一下 啊 如果你的靈魂早就被勾走了 一樣也到影片下面去報導一下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都會看 然後記得不要忘記訂閱Zack 還有老巢再按讚 分享這支影片 老巢我也要來挑戰看這個 Jump King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看看我的成績 能不能超越死神的25個小時 好啦 反正 Hole Life EM補完計劃呢 才剛剛開始 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一支影片喔 也歡迎大家加入老巢的會員支持本頻道了 那麼各位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